被人下了药 怀了他的孩子 萧辰恨我入骨 在确诊癌症这天 我决定还他自由 生命的最后 我只想好好爱自己一次 拿到了我的穿刺结果 我从医院出来许久 才给萧辰打了电话 今晚回来吗 不回来 没有犹豫 也没有感情 如果我说我要死了 你会回来看我一眼吗 可那边传来一道冷笑声 江欣 你为了得到我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上次给我下药 让你怀得孕 这次打算装死 让我陪你一辈子 你死了 我也不会看你一眼 听着萧辰冷血的声音 这一刻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 你回来一趟 我们把婚离了 你以为我会信 萧辰直接挂了电话 自从上次萧辰和我 发生了关系后 萧辰对我的讨厌更深了 他觉得我玷污了他 玷污了他和白月光临浅浅的感情 但那要真不是我下的 可萧辰不信 我也无力解释 在家里等了萧辰三天没回 我去找了林浅浅 当年因为萧辰和我结婚 林浅浅选择去了国外 后来又回来了 我要和萧辰离婚了 我开门见山的说道 林浅浅瞳孔地震 你不是怀孕了 对 我怀孕了五个月 可我查出了子宫癌晚期 胎药和我的命都不久矣 只要我和萧辰达成一致 不影响 我咨询过律师了 萧辰家那边会允许吗 我和萧辰结婚 是萧辰家人所应 我父亲是萧辰爷的保镖 因为一次意外 我父亲为了保护萧辰爷去世 萧辰爷爷对我很是亏欠 所以把我接回了萧辰家 让萧辰娶了我 我当时并不知道 萧辰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我主动 萧辰家就会允许 那你找我做什么 林浅浅警惕地看着我 萧辰不见我 我怎么离婚 好 林浅浅一下就懂了 她忍不住还是问道 你为什么突然想通了 累了 没撒谎 是真的累了 当天下午萧辰就回来了 她脸色阴沉地说道 江欣 我提醒过你多少次 不要去找林浅浅麻烦 以后不会了 我拿出离婚协议书递给她 萧辰看了一眼 粗鲁地从我手上一把拿了过去 看着里面的条约 又在耍什么花样 萧辰质问我 因为离婚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不惊身出户 这几年在萧辰家吃穿用度 都是他们的 其实我父亲给我留了一笔巨额遗产 一直没动 按照我的生活方式 哪怕活到一百岁也用不完 只是我活不了那么久 我能耍什么花样 耍得过你吗 我自嘲 那你孩子是怎么来的 萧辰盯着我的腹部 眼底都是愤怒 已经预约了医生 下周做银产手术 萧辰不相信地看着我 当初刚检查出怀孕时 萧辰让我去做流产 我拒绝了 后来我搬动了萧辰家人 萧辰才说话 现在五个月 说不要就不要了 只是觉得没意思了 面对他的审视 我说得淡然 江欣 你最好别骗我 萧辰力所地签下了他的名字 把协议书扔给了我 明天我会搬出这里 一个月后 明正局正式离婚 我好心地说道 先不要告诉你家人 我们先斩后奏 不需要你提醒 萧辰扬长而去 我回到以前和我父亲的家 我父母离异 母亲在我五岁那年就离开了 一次都没回来看过 我对他最后的记忆 是他给我买的冰糖葫芦 让我在街头等他回来 我从上午等到晚上 我爸怎么抱我我都不走 直到他告诉我 我妈不会回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不爱我们了 那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再想过他 我和我爸相依为命 后来我爸也死了 我被接去了萧辰家 那年12岁 我认识了萧辰 他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少年 连皱眉的样子都很好看 他对我说 欣欣 你爸爸为了保护我爷爷才会去世 以后我会代替你爸爸保护好你 绝不让你受伤 很多时候 我都想问萧辰 心口的伤算吗 大抵是不算的 而曾经那个信誓旦旦的少年 终究是不在了 一周后 我去医院准备做手术 恰巧碰到萧辰陪林浅浅 来医院做检查 怀孕了 我随口一问 恭喜啊 不是 只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 林浅浅连忙解释 你呢 做产检吗 林产 我先去了医生办 梅达里萧辰 和医生确定了手术方案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 准备去办录院手续 门口的萧辰一把将我拉走 剩下林浅浅不甘的眼神望着我们 到一个角落 萧辰问我 将心完真的 要不然呢 我摆了摆手 虽然现在还在离婚冷静期 但对我而言 萧辰就是陌生人了 我这个人其实很冷漠 一旦认定一个人和我没有了关系 我就会彻底断了对他的感情 就像当年对我母亲一样 萧辰咬牙放开了我 你把孩子打了 我没办法给我家人交代 放心 不会让你受到牵连 我转身离开了 以前总是看萧辰的背影 现在不用了 住进医院后 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确定了明天的手术时间 萧辰爷爷突然来了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 除了萧辰和林浅浅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要做银产手术 而这两个人 绝对不可能告诉萧辰爷爷 是萧辰告诉我的 萧辰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 解释道 怎么可能 或许萧辰的臭小子 对你也不是那么无动于衷 只是拉不下面子 给你示弱 我笑了 这种谎言 也只能忽悠忽悠十八岁以前的我 我宁愿相信林浅浅做了妇科检查 发现生不了孩子 萧辰家怕没人绝后 所以让我把孩子留下来 我会把林浅浅再次送出国 你别和萧辰怒气 孩子是无辜的 萧辰爷爷酒精沙场的人 谈事情也是严谨一概 直重要害 萧辰爷爷 我要死了 我想不到用什么理由 去拒绝他的好意 这位老人对我很好 哪怕被孙子记恨 也要给我幸福 所以我不想骗他 子宫矮晚期 医生说孩子不能留 留下最后也可能存在畸形 加之我的病情 也会因为妊娠而更加恶化 我看到萧辰一苍老的眼眶中 泛着红润 他知道我不对他撒谎 所以一切都是真的 萧辰 知道吗 不知道 到最后你还在为他考虑没有 好 萧辰爷爷答应了 醒醒 我送你去国外治疗吧 沉默中 萧辰爷爷又开了口 不了 我摇头 我想死在北城 落叶归根 我想埋在我爸爸的旁边 我看到萧辰爷爷转了身 转身那一刻 眼泪仿佛流了出来 萧辰爷爷多坚强的一个人 从手术台下来时 我差点丢了半条命 昏迷了两天 可我却觉得只是睡了一觉 如果死亡也是这般 那也不算太难受 医生说我银产和子宫摘除手术 都很成功 但是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也就意味着我活命的时间更短 两周后 我出了院 医生在三叮嘱 还要继续做话聊 让我一个月后再回去 出院那天刚好是我和萧辰 离婚冷静期结束的时间 我接到了萧辰的电话 江欣 你还要多久才到 二十分钟 我直奔明证局 萧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最后把视线放在了我的腹部上 没了 我扯了扯衣服 让他看清楚我 激进平坦的小腹 这两周瘦得太快了 江欣 你真难看 瘦得更难看 这个发型也丑死了 萧辰厌恶的说道 我什么时候在你眼里好看过 萧辰突然说不出话了 走吧 别耽误时间 我率先进了明证局 拿着离婚证出来后 我也没有耽误得离开 江欣 萧辰叫住我 我回头看着他 他满脸的不爽 这段时间留给他太多背影了 曾经爱他那会儿 护送他离开后 我都还能站在原地发呆半小时 仿若周围有他的余温 现在的萧辰 哪受得了我这般的转变 跟我回一趟家 把我们离婚的消息告诉他们 不用了 江欣 你瞒我是吧 当初是你说的 不会连维我 爷爷已经知道了 萧辰看着我 我去迎产的时候 你不是已经告诉爷爷了吗 后来我想明白了 萧辰之所以告诉他爷爷 不是什么我阴暗的诅咒 诅咒林浅浅不能身孕 就是萧辰怕不能给萧辰爷交差 我和萧辰爷爷说好了 他不会为难你 我再次重复 然后再次离开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走 萧辰伸手来拉我 我避开了萧辰 无意抓到了我的头发 我假发掉了 萧辰震惊地看着我 看着我光着的头骨 久久才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把头发剃了 你不知道有句话叫 从头再来吗 你疯了吗 江欣 萧辰似乎是完全接受不了 我现在的模样 离个魂而已 至于把自己搞成这副惨样呢 萧辰先生 你想多了 剃头发只是我的个人爱好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麻烦把假发还给我 萧辰把我的假发抓得更紧了 此刻 周围有些人往这边看了过来 一来我们吵架的声音有点大 二来一个女人光着个头 多少是有些另类 算了 你喜欢就留着做纪念吧 我现在宁愿顶着个光头被人围观 也不想再求萧辰任何事情 江欣 这次萧辰抓到了我的手臂 别碰我 我一把甩开了他 压抑的愤怒终究还是爆发了出来 萧辰正正地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你有多脏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都觉得恶心 你以为那晚上我有多高兴 你可能不知道 事后我洗了两个小时的澡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萧辰被我激怒了 萧辰先生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跟死了一样 你诅咒我 你怎么不去死 放心 我死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这辈子不会 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会绕道而行 真的在让我重新来过 我绝对不会被当年那个少年 迷失了自己 去医院做下一次化疗的间隙 我却挑选了我的目的 就在我爸的旁边 我专程让风水先生 看好我下辈子的姻缘 我说这辈子太痛了 痛怕了 风水先生大概是被我的好心态感动到了 他很认真的帮我看了一天 叫我详细的把下葬注意事项 甚至骨灰河应该怎么摆放 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从我爸坟墓前离开时 撞见了一个陌生女人 她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了她一眼 然后我们擦肩而过 第二次的化疗并不比第一次的好受 做完之后我吐得撕心裂肺 医生建议我 如果家里没人照顾 就不要出院 我同意了 一个人确实挺孤独 不过不是那么孤独 我应该也不会和肖臣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害怕这世界就剩下我自己了 不过现在好了 我不会再被世界剩下 是我剩下的世界 住进医院后 我请了一个后宫阿姨 仿若有些眼熟 后来我想起了 那次我去目的时见到的陌生女人 就是她 她也有亲人埋在那里了 还真是挺巧 以后我死了 说我令她还能来给我顺便扫扫墓 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再给我爸扫扫 我怕我死后 我和我爸的坟头会杂草丛生 那实在是有些悲凉 因为化疗的原因 我基本吃不下什么东西 即便每天的饭菜都很丰富 很营养 倒是有些感叹 医院的食堂饮食也太好了 可惜无福消瘦 顾小姐 你多吃点吧 你太瘦了 每次在我放下碗筷的时候 护工阿姨都会语中心肠 还带一些心疼的劝我 我摇了摇头 吃过饭之后 我习惯性会去医院病房外走走 北城已经入冬了 冷空气洗面 让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顾小姐 你身体那么差 我们还是回屋吧 护工阿姨劝我 她对我是真好 我其实也没多给她钱 我望着灰濃濃的天空问她 阿姨 你有一个女儿吧 要不然 怎么会有同理心呢 我看到阿姨眼眶红了又红 她重重的点了点头 你的女儿应该很幸福吧 我悠悠的感叹 我看到阿姨的眼泪 大颗大颗往下掉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一脸茫然的看着她 护工阿姨连忙摇头 不是 只是我和我女儿不在一起 那你应该是很想她了吧 很想很想 护工阿姨点头又问我 你想你妈妈吗 不想 我脱口而出 护工阿姨看着我 眼底仿若有什么 我看不懂的悲伤 这辈子我最讨厌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母亲 一个是萧尘 回到病房后 我躺在床上刷视频 林浅浅给我打来了电话 真的就是手滑才会接通 江欣 你在哪里 林浅浅激动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能来一下萧尘家别墅吗 萧尘要被萧尘爷爷打死了 不来 我直接拒绝 萧尘是因为你才被打的 离婚本来是你提出的 凭什么让萧尘来受苦 萧尘爷爷不可能因为我和萧尘离婚打他 我很笃定 之前萧尘爷爷答应过我 萧尘爷爷不会眼无形 林浅浅愣了一下 随后才说到 虽然直接原因不是 但间接也是因为你 萧尘现在都和你离婚了 凭什么不能再去 你凭什么会觉得我 后来萧尘劝了萧尘爷爷 同意你和萧尘结婚 我真的是气笑了 脸皮到底有多厚 才好意思让我去成全跟小三在一起 萧尘被打死了 你真的就不担心吗 林浅浅咬牙问我 他死了才好 世上就少了一个渣男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果断把林浅浅拉黑了 第二天 萧尘找上门来了 怎么就没死 我散完不回来 就看到他高大的身影 靠在走廊上 路过的行人 都会忍不住侧头看他一眼 即便脸上挂了彩 但确实很帅 可我免疫了 我从他身边冷漠地走过 江欣 萧尘叫我 我没搭理他 你生病了 为什么不给我说 萧尘堵住了我的路 我皱了重眉头 脸上应该带着非常明显的厌烦 萧尘先生 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我们是 萧尘有些激动 又底气不足地说道 我们夫妻一场 别说这种话来恶心我了 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 就是嫁给你 江欣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萧尘气急败坏 眼眶似乎有些红润 所以你确实不能 你到底什么病 萧尘问我 你说呢 肿瘤科还能是什么好病吗 江欣 你别用装死这一套 来博得我的同情 我不会上你当 那你给我滚 我咆哮出声 对萧尘真的耐心用尽 我生前唯一的心愿 就是再不要见到萧尘 就这点要求难吗 我把萧尘关在了病房外 再也不想见 再也不要见 依着萧尘的自尊 他也不可能再来找我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但是一周后 萧尘又来了 这次捧了一束话 他可能不知道 我讨厌红玫瑰 我讨厌一切红色的东西 最讨厌红色的冰糖葫芦 我不会帮你 劝你爷爷 答应你和林浅浅结婚 萧尘做人 真的不能这么无耻 我把话说到林处 萧尘看着我许久 他说 我联系了国外的医院 明天我给你办理出院手续 然后转去国外治疗 国外的医疗技术水平更先进 你的并不算什么大病 不算什么大病 我笑了 苏先生 你真的有好好了解过我的病情吗 算了 你也不用了解 我也不会去国外 做人不能太倔 萧尘咬牙切齿 我在为你好 这大概是我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但我没笑 我只是很认真的告诉他 收起你的假心 我不会去帮你和林浅浅 萧尘还未开口 我又讽刺的说道 萧尘 这么迫不及待的 给林浅浅一个名声吗 等个一年半载 等我死了 等爷爷也消了气 你再和林浅浅结婚不行 你不会死 萧尘突然很激动 我不知道他在激动什么 或许恼羞成怒 国外可以医好你 萧尘斩钉截铁 我真的不想和萧尘废话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不会去 你给我滚 我愤怒地指着病房防门的方向 没注意自己手上还在打点滴 这一晃 刘志珍都要被我扯掉了 萧尘明显发现了他 林浅想要来帮我查看我的针管 一靠近我 我更加激动了 整个人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 针管在我手背上疯狂地晃动 顾小姐 你别激动 护公阿姨林浅上前 想要拦住我 让他离开 让他离开 我疯狂地叫着他 江心冷静点 针管回血了 萧尘大概也没想到 我会这般激动 你走不走 你不走 我走 我直接扯掉了手上的刘志珍 血从我手背标了出来 顾小姐 护公阿姨被我吓到了 萧尘也被我吓到了 我第一次看到了 萧尘眼底的恐慌 第一次的语无伦次 要小心翼翼 我走 我马上就走 你别乱来 江心 然后萧尘匆匆离开了 护公阿姨给我叫来了护士 帮我重新处理了手 重新打了点滴 病房都安静了 我看到护公阿姨 眼眶红了又红 那之后萧尘店没来了 大概是真的被我吓到了 我也终于不用再见到他了 直到那晚 我突然半夜惊醒 我梦到我死了 然后就火化 火很大 烧到我身上好痛 不是说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吗 我被吓醒了 然后睁开眼睛 就对上一双幽暗的眼眸 他坐在我病床上 我那时候有骨材的手 被他握在手心里 他看到我突然醒过来 连忙放开了我 像是做贼心虚 与此同时 他急切地说道 江新 你别激动 我马上就走 仓皇的身影 带着混乱的脚步 萧尘 我叫着他 萧尘身体僵硬 不动不敢动地 矗立在病房中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问他 是不是每个我睡着了的 夜晚他都会来 一想到那画面 我真的就挺恶心 怎么知道我要死了 开始泛滥你的同情心了 江新 别说死刑吗 是错觉吧 我怎么觉得 萧尘好像在哭 天塌下来都不会哭的人 为我哭真的大可不必 这一辈子你 对我虽然不好 但我这并和你没有关系 你不用自责愧疚 高高兴兴和你的白月光 双溯双飞去吧 我和前前一惊 你现在做的一切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真的将心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我不想听他说话 只想让他离开 永远地离开 不是可怜 是真的爱吗 萧尘难受至极地说道 听到他的话 我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 就真的觉得很离谱 萧尘 我就这么好欺骗吗 像小时候那样 给我一颗糖就笑 是真的 结婚五年 你给我一天好脸色吗 你怪我逼走了林浅浅 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爱我 结婚当晚 你就买了机票 去国外陪林浅浅 结婚第二年 你意外发生车祸 我在医院 守了你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你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说江欣 你给我滚 你就是个灾心 结婚第三年 我25岁生日那天 我让你陪我回来过生日 你说你只给我过明寿 现在真的如你怨了 到今年我怀孕了 你让我打掉 你说你绝对不会喜欢这个孩子 好在孩子还是没了 对不起 欣欣 真的对不起 萧辰崩溃了 一直不停地对我重复的道歉 我无动于衷 我说两个月前 我拿到了我的诊断结果 我说我要死了 你忘了你怎么回答我的 我看着我从未见过的萧辰 冷漠地提醒他 你说就算我死了 也不会看我一眼 我后悔了 欣欣 我后悔了 萧辰悲痛欲绝 她突然跪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你真的是生病了 我以为 对你以为我在骗你 为了得到你不择手段 我冷漠地看着他的举动 麻木了 萧辰 我从没有想过 要去拆散了你和浅浅 不管你信不信 在结婚前 我根本不知道林浅浅的存在 你也没跟我说过 萧爷爷又故意瞒着我 我信 我都信了 是我小人之心 是我误会了你 萧辰疯狂地点头 我也没有给你下过药 你这个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晚我们是从萧家别墅离开的 而你却故意认定是我 用各种侮辱的词语讽刺我 我错了 欣欣 更可笑的是 我们才离婚 你就迫不及待地要娶了 云浅浅还让我去帮你们劝叫爷爷 你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爱我的 说出来我都觉得可笑 欣欣 我不该这么对你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怎么会有错呢 不过是不爱罢了 我爱你 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承认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萧辰试图解释 那就别信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 到底要我怎么说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是真的 怎么都没用 因为不重要 我不喜欢你了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了 我看着萧辰 很认真地告诉他 就如当年我认真的 说我喜欢他一样 不同的是 那次萧辰对我厌恶至极 这一次他跪在地上哭成了狗 那之后 萧辰还是频繁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偶尔在医院走廊上 偶尔在午夜梦回时 偶尔也会在白天的病房 真是好笑 这就是萧辰说的爱嘛 又自私又可怕 可我已经没有精神和他抗争了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越来越虚弱 特别是第三次化疗之后 我几乎以为我就会死了 那天我在病床上吐得撕心裂肺 萧辰在旁边看着我 心疼地看着我 护工阿姨也在旁边默默地不停掉眼泪 好不容易终于克制住呕吐感 躺下的那一刻 萧辰问我 欣欣 我能报告你吗 可笑至极 萧辰终究没有伸手 他转身走出了病房 我听到了走廊上压抑的痛哭声 我熬过了北城的寒冬 引来了阳光明昧的春天 现在的我只能靠坐轮椅出行了 我被护工阿姨推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 现在对我而言 少晒一天是一天了 我眯着眼睛 透过树叶看着零碎的阳光 不知是不是人生到了尽头 这段时间经常想起曾经的事情 想起小时候和爸爸相依为命 每天放学后就在家眼巴巴地等爸爸回来 虽然等得很辛苦 但每次只要等到了 爸爸就会觉得很幸福 很快乐 很满足 也会想起在萧家的那段日子 想起刚去萧家时 陌生的环境总是带给我拒谨和不安 不过那时身边都有一个少年陪着我 就好像一直处于在昏昏沉沉的状态 我转头看过去 看到林浅浅愤怒地冲我走过来 我看到护工阿姨挡在了我的前面 大概是发现了来者不善 林浅浅真正看清楚这一刻 满腔的愤怒突然遏制住了 大概没想到几日不见 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那天早上我突然照了镜子 我不知道甚至医院对癌症病人的关怀 我偶然发现 我的病房洗手间里面是没有镜子的 我也没有太在意 不过是那天突然在医院的公共洗手间上了的厕所 然后无意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从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到现在 我一次也没有哭过 我爸说人命天注定 他总告诉我死其实没那么可怕 或许是因为他的职业 他总是给我灌输这种思想 想着万一他有一天出事了 我不会那么难受 所以我依旧不太怕死 但那天我的眼泪就跟疯了一般的往下掉 我问护工阿姨 我说我这么丑 你看着吓人吗 护工阿姨头摇着头 却一直一直哭 现在林浅浅看到 我会有这种反应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林浅浅前问 他不敢相信 这个枯瘦袜黄的女人是我 我被萧家人一直养得很好 没有特别漂亮 但皮肤很好 白皙又水润 我没回答 真的就是说话都费力 是不是因为这样 萧尘才拒绝我 才和我分了手 林浅浅愣住后又变得无比激动 江心 你都是要死的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阻止别人的幸福 你心思怎么能这么歹毒 我只觉得头痛 越是身体不好后 越是喜欢清静 这一点护工阿姨和萧尘都做得很好 他们不会大声说话 在我需要安静时 会一直保持沉默 你把萧尘还给我 江心 我求你 你把萧尘还给我好不好 林浅浅从最开始的 嚣张到现在的卑微 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萧尘 但也抵不住外界的诱惑 当年萧爷给了他一笔钱 他就爽快地离开了萧尘 我以后再也不在萧尘面前 说你坏话了 以后再也不诬陷你了 再也不让萧尘误会你了 江心 你就让萧尘回到我身边行刑 没有他 我真的不能活 你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终究还是懒懒地开了口 可你都要死了 你就不能成全一下活着的人吗 萧尘都被你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了 还真会到的绑架 对呀 我都要死了 所以你过得怎么样 关我屁事 你 林浅浅被我的冷漠气地说出话来 此刻萧尘来了 他几乎每天都在医院 不过是我看着他暗眼 他偶尔也会消失一阵 他来了之后 直接就拽着林浅浅离开 动作很粗鲁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这般画面 萧尘 你放开我 除非你今天跟我走 再也不来见江星了 否则我不会离开 萧尘像是没有听到 他甚至是把林浅浅拖着走的 林浅浅的尖叫声音 简直比杀猪还要难听 萧尘 你要和我分手也可以 但你给我一笔钱 你得赔偿我这么多年 浪费在你身上的青春损失费 远远的 我已经听不清楚 林浅浅嚎叫的声音了 好久 萧尘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脸上多了几条抓痕 应该是林浅浅抓的他 没想到他心中的完美女神 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面吧 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再让林浅浅来打扰你 萧尘对我道歉 但我想起了 当年他跟林浅浅的时候 真是恶心 萧尘 你是不是发现了林浅浅爱钱 胜过爱你 所以你才发现了我的好 所以你才觉得 你爱我和林浅浅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蠢而已 我觉得我要到死的日子了 现在我吃不下一点东西了 吃什么吐什么 输水也没用了 整个手背上扎满了都是真恐 我变得更加的瘦铃铃 我要交代我的后事了 没告诉萧尘 也没让护工阿姨帮忙 我叫来了萧爷爷 这世上我唯一还信赖的人 萧尘和护工阿姨被我赶出了病房 只有我和萧爷爷在 我麻烦萧爷爷帮我 把我名下剩余的资产 整理给慈善机构 我知道萧爷爷是不需要的 他钱太多了 我麻烦萧爷爷把我埋在我爸爸的旁边 我说我的兽衣和骨灰盒 在我和我爸爸的家里 我把钥匙给了他 顺便让他把房子一起卖了 我还把那天风水先生 把我看了风水详细给了他 希望他可以按照风水先生的方式 将我安葬 我说完后 萧爷爷问我 没有什么意言吗 我想了想 确实没有 我没有后代 所以不需要考虑后代的安置 我也没有留恋的人 不需要表达什么生死离别之苦 就这样吧 萧爷爷默默地看着我 缓缓地说道 我当时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看着萧爷爷 最好不是萧尘的事情 我真的没兴趣 林浅浅勒索萧尘 被萧尘报警抓了起来 警察还查出来他吸毒 不出意外会判刑三年级以上 我努力让自己挤出一道笑容 还是萧爷爷对我最好 他知道什么事是我最想要听到的 真的不要我陪你到最后吗 萧爷爷离开前再三问我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走 我死的那天是阴天 那时已经是初夏了 我挨过了整整一年 我让护工阿姨推着我去了 医院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下 我好像习惯在那里 有时候一待就是半天 我看着天空 看着忽明忽暗的天空 我说 阿姨 我想吃冰糖葫芦了 护工阿姨未愣 随即连忙说道 好 我马上去给你买 他走了 脚步很快 应该是很想早点给我买回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不会吃的 我只是让他深刻地体会一次 拿着冰糖葫芦再也等不回来 想等的那个人是什么心情 别问我是怎么发现他身份的 时间久了 慢慢就知道了 可我一次都没有表现出来过 他不值得我原谅 就像萧尘一样 不值得我心乱 我眼前越来越暗 神志也越来越飘散 闭上眼睛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萧尘 看到他疯了一般 冲我跑过来 他知道我是排斥他的 所以这段时间 哪怕他一直守着我 也只是忍忍地站在一边 不敢靠近我 也不敢碰我 最后这一刻 也不能让他碰到 我用尽我最后的力气 给他竖了中指 给我滚 番外 江心 我真的有那么脏吗 到死都不要我碰你 我看着他倒在了轮椅上 不再像之前的每一次 在他会睡太久后还能叫醒 这次再也叫不醒了 无法压抑地悲痛 漫天盖地地洗脸而来 我突然想起了12岁的江心 他小小一只 胆气害羞 在我表达善意后 小手就总是拉着我的衣角 一旦遇到害怕的事情 就会习惯性地躲在我的身后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江心不张我了 江心要死了 都不再依靠我 对了 是从我和江心结婚后开始 大学我没在北城 和江心分开了四年 期间我们一直联系 还暑假 节假日我也不会回来 我把他当亲妹妹 和他就要嫁给我 但我有女朋友的 他叫林浅浅 大学校花 我们感情很好 我的反抗遭来了我爷爷的暴打 后来我父母一死相逼 我妥协了 林浅浅伤心欲绝 去了国外 从那一刻起 我开始讨厌江心 不管他怎么对我示好 无论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对我 不管我做多过分的事情 他会容忍我 可依旧改变不了我讨厌他 但我没想到 我的打脸会来得这么快 在江心真正提出离婚时 我其实就察觉了 我对江心的感情 但我死都不会承认 我告诉自己 我喜欢的是林浅浅 我只是把江心当妹妹 然而当他真的要迎产那一刻 我承认我慌了 我突然觉得江心真的要离开我了 所以我对我爷爷说了 美其林约是不想自己受到牵连 事实上 只有我才知道 我有多舍不得他打掉那个孩子 他还是打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劝服我爷爷的 去民政局离婚那天 其实我不是想去离婚的 我只是想要找个借口见他 他孩子还在不在他肚子里 如果还在 也许可以不用理 但孩子不在了 看到他平抬小腹的那一刻 比起愤怒 我更大的居然是悲伤 我的孩子真的被江心打掉了 我看到他整个人 患然一心的样子 我骂他丑 骂他难看 疯狂发泄的愤怒 只是因为我接受不了 他真的要离开我了 我不小心弄掉了他的假发 我看到他光头的那颗震惊了 震惊中甚至有些恐慌 他到底怎么了 会剃光头 后来我知道了 他得了癌症晚期 化疗的时候剃了头发 我那天回萧家 把林浅浅带着一起 和江心离婚的这段时间 我甚至是故意想要和林浅浅更好 我不会承认我喜欢江心 结果那晚 爷爷看到我带回来林浅浅 一下就发火了 我顶撞了他几回 他揍了我好久 最后他身无痛绝对我说 小晨 你怎么对得起江心 我怎么对不起他了 小时候我对他那么好 是他得寸进尺 那晚之后 我还是和林浅浅提出分手了 我知道我不喜欢他了 或许一开始就没那么喜欢 只不过是叛逆心作祟 只不过是一直没明白过来 对江心的感情 从来都不是亲情 只是年少时期耀眼的林浅浅 让我一时迷失了自己 我去找江心了 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 他把我电话拉黑了 我打不通 后来我突然想到什么 我去了医院 我就真的找到了他 他住在了肿瘤科 我不相信的 我宁愿相信 是江心用这种方式 来让我回心转移 可是他真的要死了 医生说他恶化得很快 化疗作用不大 我到处去找朋友 到处去咨询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 然后找到一家权威的医院 我把江心的情况发给那边 对方说意义不大 但也可以过去试试 我就去找了江心 去的时候 看到医院门口有卖花的 我才突然想起 我一次都没有送过花底江心 反而是他还亲手包过医术送我 对我当场扔进了垃圾桶 我真是畜生 我飞快地挑选了医术带去医院 江心以为我是来 让他求情成全我和林千千 我也没有解释 我以为在他面前 我还有我的高傲 我告诉他去美国 我说他都不算什么大病 事实上 我只是在用这种方式安慰他 安慰自己 他拒绝我了 好疯狂地赶我走 我很恐慌 第一次深刻地感觉到了 他对我的厌恶和排斥 但我没有放弃 哪怕他不去美国 我也要陪着他一起治疗 不过那天的江心 确实把我吓到了 我只能半夜偷偷地去看他 护工之前是拦着的 估计是被我一宿一宿地 站在外面感动了 最后放我进去 我只能在他睡着后看着他 看着他睡了好多好多 看着他心都没那么痛 他突然半夜醒过来 那次着实又把我吓到了 我连忙就要走 他就叫住了我 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终于说出了口 我说我爱他 他列举了很多很多 我曾经对他做过的事情 高傲和自尊真的就是皮 我跪在了他的面前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想他能够原谅我 我只想他相信我是真的爱他 很爱很爱的那种 可江心说他不喜欢我了 一点都不喜欢了 报应来得真快 我还是经常出现在江心的面前 他身体越来越差 他没力气和我反抗了 但我不敢真的靠近他 每次我都能够看到他恶心的眼神 他第三次话聊出来后 虚弱地像一张白纸 轻轻一吹就到 我好想好想去抱他 我问他可以吗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恶心 后来我还是一直陪着他 偶尔消失一会儿 不是他看着我烦 只是很多时候 我看着看着他就湿了眼眶 我只能偷偷地躲在一边 疯狂地发泄 又疯狂压抑 我宁愿得病的那个人是我 我这么渣 我早该死 他那么好 为什么不能被温柔以待 那天江心突然哭了 这么久以来 我没见他哭过一次 他真的坚强地可怕 也坚强地让人心疼 他哭的原因是他照了镜子 其实病房的镜子 是我取掉的 但他绩效没发现 洗手间突然没有了镜子这回事 我怕他接受不了现在的样子 江心其实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 小时候每穿一件新衣服 都会缠着问我 好看吗 好看 他一直都好看 在江心身体越来越差的那段时间 分手后的林千千突然疯狂地联系我 我一直没搭理他 后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医院的 或许是跟踪了我 我不想他来打扰了江心 我知道江心不想看到 我拖走他 他问我要钱 我没给 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一大笔钱 他觉得我对他是亏欠的 可我爷爷告诉我 并没有我不喜欢他 他也没那么喜欢我 然后他告诉了我 当年他找林千千和我分手时 是林千千主动提出要钱的 上次我主动和林千千分手 他也是拿了钱就走 而这次也是因为他钱被人骗了 所以又想到了我 他真的没那么爱我 而那个全心全意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人 被我愚蠢地弄丢了 后来林千千没有得到钱 拿我的果照威胁我 我直接报了警 别说照片了 我现在死都不怕 林千千千被抓走了 还从他家搜到了一些毒品 我让我爷爷 把这消息转告给了江欣 在江欣找我爷爷帮忙 处理后事的时候 我站在门外偷听 护士也在偷听 江欣什么一言都没有留下 真的什么都没有 他死那一天 天太沉了 沉得我连呼吸都困难 后来我爷爷按照江欣生前的交代 将他安葬在了他父亲的墓边 从头到尾 别说他的尸体 我连他的骨灰盒都不敢碰一下 护工阿姨翻外 我出轨了 背叛了我的丈夫 丢弃了我的女儿 我的报应来得很快 不到三年 我丈夫就不爱我了 他的子女总是对我恶言相向 我疯狂的想欣欣 想我的前夫 可我还有什么脸回去 欣欣12岁那年 我前夫出世了 我回去想带走欣欣 可我看到欣欣被肖家人接走了 肖家是有钱人 欣欣跟着他们可以衣食无忧 跟着我只有受苦 我失去的不去打扰了欣欣 默默的过着我惨淡的生活 直到肖老爷子来找我 他说欣欣得了癌症晚期 他可以安排我去照顾他 但不能告诉欣欣我是他母亲 我再一次看到欣欣还剔光了头发 他那么苍白 那么虚弱 那么瘦 我想去抱他 可我不敢 我只是默默的照顾他 他胃口不好 我就变着花样给他做饭 他喜欢散步 我就陪着他走遍医院的所有角落 有一天他问我 甚至也有女儿 我冲动的就想要告诉他真相时 他就告诉我 说他最恨的两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我 我不敢说了 一个字都不敢 我怕我连照顾他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另外一个他讨厌的人也来了 叫肖晨 他的前夫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我只知道欣欣真的讨厌他 而他很爱欣欣 欣欣不想见他 他就一宿一宿的 站在病房门口守着他 欣欣睡着了 他才敢偷偷的进来看他 我看到他的眼泪 一颗颗掉在欣欣的枕头上 犹如我一样 我们都因为伤害过 我们最爱的人在悔恨痛苦 欣欣病情越来越重 第三次化疗后 我听到医生说化疗的效果已经不好了 最多三个月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少次 我真想把我的命换给欣欣 他才27岁 他还那么年轻 欣欣死的那天 他说他想吃糖葫芦 我想都没想就跑去给他买 我走遍了大街小巷 才找到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 买了一串 兴高采烈的拿回去给欣欣 他从小就爱吃糖葫芦 我离开他的那一天 我还给他买过 可我没想到 我回去见到欣欣时 他已经死了 很安详的躺在那里 我脑海里面突然就浮现了 欣欣拿着糖葫芦 在街头等我的画面 他小小一个人站在街头 一直等我 一直等我 我突然明白 原来欣欣早就认出了我 只是没有原谅我 欣欣死后 我一直沉沉在过去 美好的日子里 我和欣欣永远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我没有离开过她 也没有死 我们一家人很幸福 宵夜番外 我按照欣欣的遗愿安葬了她 她真的是个苦命的孩子 她患癌后 我还是帮她联系了她母亲 并不是给她机会弥补 只是不想让欣欣留下遗憾 欣欣那么聪明 总会知道她是她母亲 至于欣欣会选择原谅还是报复 那是欣欣的自由 欣欣去世后 我在街上意外看到了欣欣的母亲 她蓬松的头发一身脏乱 她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 嘴里不停嚷嚷着 欣欣 乖 妈妈带你去买冰糖葫芦 欣欣最听话了 无形的报复或许最为致命 对她母亲如此 对我孙子也是如此 过去了两年 我孙子至今都不敢去欣欣的墓地看她 欣欣下葬的时候 她也不敢靠近 她说欣欣嫌她脏 欣欣死的第三年 我亲手把我孙子埋在了欣欣的旁边 我对着欣欣的墓碑说道 欣欣 别怪你 那臭小子真的知错了 萧条的秋风吹起了一地的落叶 我小孙子拉着我的手问我 爷爷 哥哥和嫂嫂团聚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欣欣还会不会原谅她